賴總統 在這個空窗期內 你可以盡快的把握 能夠把歷史的定位把它做出來 畢竟你現在是總統 而不是台南的賴市長 你過去能夠232天 不進入台南市議會 我們希望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你可以到國會來 展現你的高度 也能夠讓立法院委員們 能夠在這裡用任何的形式 跟你來溝通 讓國人了解 賴總統要把台灣 帶向何種方向去 我想這是我們始初的高度善意 而當立法院執權行政法 正式在總統府公告之後 我想一切依照 這個國家通過的法令 來推動 來施行 這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方向 不管是 疾問疾答 疑問疑答 疼問疼答 還是只說不答 我們都尊重賴總統的意願 我們國民黨本來就是非常的民主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相信賴總統 從我們跟他同事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非常積極 所以我願意相信他 如果來到立法院呢 他應該會用他高度的智慧 回答立法委員 也就是民意 所希望知道的他的政策方向 所以你會覺得 副總召這樣的說法不妥嗎 就是有種不準嗎 不會啦 副總召真的很辛苦啦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所以是覺得這樣沒有回應民意嗎 您的擔憂是什麼 因為大家會覺得您是開第一槍這樣 沒有什麼第一槍的 國民黨是團結的 我相信賴總統有他的智慧 回應民意 那您挺的是疾問疾答 還是您也覺得副總召說 只說不回答這是可理的 我想就看賴總統的智慧吧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立法院三組通過 我們還是依法去處理 所以應該就是比較提供的問題 就看我們依法處理嘛 好嗎 謝謝 總召還有再有一個主決的部分 看起來JROSS比較好像沒有要接受 因為他們的意思是說 他們本來就不支持所謂的特徵主察 好好好 那個假評說 就是請副總召要到黨代表大會 去說明監察院的一些 好好好 總統看昨天說自愛賴星河 就是查這種不准官員說謊 你是哪裡自愛賴星河 昨天總統看有講說自愛賴星河 還有國台辦有批賴星河是戰爭的推手 就想問一下這方面 然後還有關於國情報告 可能是說就是他也沒有要問這件事情 好好好 我們要再次表達 國民黨是非常的大格局 一直希望能夠啊 讓這個總統啊 國家的元首能夠尊重國會 能夠來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畢竟過去在李登輝前總統時代 就有到國民大會來做國情報告 並被尋答 那這已經在中華民國實行多年 而在國民大會廢除以後 相關的權責已經併入立法院來 我們希望賴總統能夠來寫歷史 國民黨一貫的立場從三月份到現在都不斷表達願意示出最大的善意 跟賴總統一起來寫歷史 我們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經正式來通過 那在整個啊 在總統府公告以及立法院送出 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希望賴總統 在這個空窗期內 你可以盡快的把握 能夠把立法的定位把它做出來 畢竟你現在是總統 而不是台南的賴市長 你過去能夠232天不進入台南市議會 我們希望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你可以到國會來展現你的高度 也能夠讓立法院委員們 能夠在這裡用任何的形式跟你來溝通 讓國人了解賴總統要把台灣帶向何種方向去 我想這是我們釋出的高度善意 而當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正式在總統府公告之後 我想一切依照這個國家通過的法令來推動 來施行 這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方向 國民黨從三月份到現在 不管是在朝野協商各種這個情勢當中 對於總統到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我們一向都是持非常高度的歡迎 也希望呢 總統到立法院來 能夠面對立法委員所提出的相關的這些問題 能夠讓國人有一個清楚了解的答案 讓朝野一起為國家發展的方向 有一個更清楚讓人民知道的權利 我剛剛已經強調了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職權行使法 一直到我們送出立法院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到總統府公告還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我們再次請賴總統把握時機 把握時機 國家通過的法律 我們一定照相關的這些來執行 這是非常明確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 總統要帶領國人推動國政 但是務必讓全國兩千三百萬人都知道 國家要走向哪一個方向 多溝通 多讓人民了解 而不要像蔡總統過去七百多天的聲音 人民都不知道國家要走向何方 我想這個部分各位可能有些曲解 國民黨一向是秉持寬懷大度 用最高的格局 希望能夠完成這個歷史性的這樣的一個國情報告 我們也希望賴總統應該持更寬廣的心情 不管你現在能夠儘快在實施之前 儘快來立法院 我們誠摯的歡迎 那實施以後 當然要照國家的通過的這些法典 依法來進行 總統那就是黨內委員有一些曲解的部分 沒有關係啦 沒有關係啦 我們黨內弟兄姐妹我們沒有問題 賴清德黨主席 今天是賴清德總統 在一個國家的高度上 我們對外就要怎麼樣 能夠讓台灣安定和平繁榮 而兩岸關係是重中之重 更是總統的職權 賴清德總統更應該要怎麼樣去讓兩岸能夠和緩 讓台灣能夠安定百公百業能夠好好的發展 你現在兩岸陸團已經打開來了 大陸已經願意釋放陸團到台灣來 是不是這個時候賴總統應該要趕快的來接球 來推動兩岸的善意能夠春暖花開 讓台灣的百公百業能夠來回復 而不是再把過去的所謂的台獨工作者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可以當作選舉的口號 但是你今天已經成為兩千三百萬人的總統 你更應該要放低你自己的個性 而應該以全民的福利跟安全跟幸福為主要的依歸 所以我們再次希望賴總統不要再去對兩岸的任何的 這樣的不當的這樣的一個言行去危及到兩岸關係 我們希望台灣人民就是要的不多 就是要安居樂業社會祥和國泰民安 賴總統應該要順以民意 不要再有這些相關的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言論 這些台獨的言論都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的言論 我們再次強調賴總統 你已經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請不要再說任何有抵觸我們憲法的相關的言論 這才是真的毀先亂正 我覺得他的意思有沒有被曲解啊 我不便於待會兒回答 但我可以跟大家負責任的報告是 台灣民眾黨黨團的立場 這個是經由我們陳惠 大家共同討論一致的結論 如果賴清德總統他要背棄選前的承諾 我為什麼說背棄選前的承諾 容我再提醒一次 賴清德總統在選前告訴台灣社會 在總統大選證件發表會當中他說的是 依照憲法徵修條文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 總統有義務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並且接受尋答 指示不是一對一 也就是賴清德總統在當初跟台灣人民爭取選票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啊 他要來 而且必須要接受尋答 指示不是一對一 那這個跟我們台灣民眾黨過去所主張的 不管是每個政黨提問完發表完意見以後 總統再來答覆 那或者是要幾個立委分支分批 這都可以討論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如果賴清德總統違反過去選前的承諾 來立法院只想來演說 不想回應任何問題的話 那台灣民眾黨認為 這樣子來立法院毫無意義